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 那我们来继续为你捕捉心恋人的信号 今天的题目是 你们将相遇 你们将要相遇 那这是今天的四张牌 等一下近看的时候 要看久一点 记得按下暂停 来第一张 好 第二张 来第三 然后第四 好 那选好了 我们就开始了 不落说 来那我们从选择 第一号牌的朋友开始 选择第一号牌的朋友开始 来我们一样 都先抽五张牌 来看一下基底的能量的发展 一个大致的方向 轮廓 来 今天的题目是 你们即将相遇 我们会应该 希望有比较多的时间 时间的讯息出来 好 来 看一下 战车 战车 圣杯酒 以一个未知性来说 他会 有趣的是 他会有一个亮丽的登场 然后 我觉得他 他 应该走在他的人生的 计划 旅程 就是说他可能 要来你的 你的范围里 你的世界里 你的生活里 来念书 来读书 这种啦 那你们会 在你的世界里相遇 因为他会从他 原本的 那个范围里 在你的生活圈出现 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 你们的 你遇见之后 会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啦 就是 呃 你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他 然后他之前的生活 他之前交的朋友 都是你完全 没有触及到的 他这组 距离的讯息很多 距离的讯息很多 有一种潜在的讯息 那个潜在的讯息 讲的距离是说 你们在遇见之前 是几乎不会遇到的 也没有在附近盘旋 他比较像是 从远道而来 而他这一条路 已经走非常久 然后他会遇到你 那 他会在你的世界里 盘旋很久 待很久 然后在这一个时间线里 你们会相遇 那 以圣杯酒来说 我觉得你们两个 彼此都会有一种 我不知道这张牌 是只属于他 还是属于你们两个 反正都会有一种 亮丽登场的概念 所谓的亮丽登场的概念 就是说 你们遇见的时候 会对彼此的 第一印象 他各种感觉 都非常的强烈 也就是说 他应该会是符合 你们应该会是符合 自己所期待的人 但 这张牌要注意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他有一个 小小的声音在说 你们应该 不会永远见不到 但有可能会有点 错过几次 甚至这张牌 我都还会觉得 他这里讲的距离 甚至让我觉得 他可能 你们可能已经错过了 有错过 曾经有错过 也就是说 你们曾经有很靠近 可是都没有发现 彼此存在 但 嗯 红后牌 他告诉我不急 不急啦 这里有好几张牌 都告诉说 你们终究要遇到 他终究要遇到 只是这个路 可能是这个路还没到 还是他在这里盘学 你们还没有教会 时间什么办法 但是 黄后牌说不急 黄后牌有一个 看得比较远 看得比较远见 看得比较远方的一个概念 他说 是有奖品 是有礼物 是有等待的好东西 所以他 告诉我 你们终究会相遇 所以不急 即便这里有说 已经有可能错过 但 你觉得还好 不影响太多 好 那以 时间来说 我觉得 这里的 字眼会比较像是说 不久后 因为他有一个 你看嘛 他 战车牌的回归 他要回来 或是他要去 都已经快到了 那你看 保健六 他正在 河面上 他要到彼岸 就快到了 快到了 你可以把 圣杯酒之招牌 当成是一种迎接 迎接你 还是迎接他 从这几个句子来看的话 以时间点来上 就是 不久后 就会遇到 就会接到 所以他可能就是 在等一下 然后连 皇后牌也讲的 就是 在后面 你才刚遇到皇后 皇后跟你说 后面 就讲个比较有些 皇后跟你说 后面有你要 领的东西 赶快去领 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你才刚遇到 还没有去领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节奏 来 我来再看一下 其他的位置 来 这里出现圣杯歧视 完全符合前面的 对于这份爱情 预见的期待 跟一个进行式 进行中 会预见 以能量来说的说法 比较真的说 他会要去领你了 他要去迎接你了 所以不急 因为也还在行走中 那这张 这张 他把时间拖久了一点 从走到这里 我觉得他反而在说 会比我们 会比我刚用了不久后 可能还要再加 一点点时间 差不多是这样 那 叫庄牌的话 我觉得 他大概看出了 一些关系了 我觉得这里 大概看出一些关系 他需要 他这里告诉我说 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 是你们两个的相遇 不是偶遇 而是你们中间 有一个做桥梁的人 有一个社群关系 比较像是说两边的人 你们中间应该有 共同认识的人 那这个共同认识的人 会把你们 连在一起 它会是 一场活动 一个聚会 然后你们会在 那个聚会 同时被邀约 然后就还会遇到彼此 基本上应该会 往这个方向走 来我们再看其他的 有点浪漫 你们相对的情侯 有点浪漫 有点不可思议 你可能会有点觉得不扎实 那表示你可能会很喜欢 然后这边再说 一个学者的提醒 就是 要放开 要放开一点 他这里可能做的 这个提醒 要放开一点 要开开一点 可能是有关于 你的魅力的展现 他这里会做这个提醒 可能我觉得 他在暗示一件事情 可能当下 你遇到他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种 施展不开来的感觉 有可能是因为 你很喜欢 突然想要包装自己 美化自己的市场不开来 还有可能是 你当校会有一些 心情上的低落 刚好在那个时期 然后会有点封闭 比较不会展现出 自己的魅力 所以这边要说 要放开一点 要对自己好一点 要更爱自己一点 要更乐观一点 要更开朗一点 然后 如果以金星能量 约在了金币八的话 他似乎在告诉你 我说 要我转达给你有关于 慢慢来这件事 但是我在琢磨的是 他的慢慢来是 当你遇到他之后 虽然你很喜欢 但有点叫你慢慢来 不要急 慢慢走 慢慢走就好 还是说 从现在开始 你看到牌子后 心情调整好 慢慢地去迎接他 这两条可能性都有 所以 直接提醒你说 不要急 可能最近心情也很急 对爱情什么 一直都没有出现什么 也很急 但这边 我总觉得这一组 它有一个缓缓 而来的感觉 急不得 心情 因为急不得 行动上急不得 所以心情上 也就不要急 慢慢来 所以 回到这个题目 我觉得 可能有点叫你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那个心情 准备一下 准备比较好的自己 我觉得这个 比较关乎到 当你要遇见他的时候 那一个魅力的展现 让他能够很清楚地 看到 能清晰看到你 我觉得还蛮 蛮重要的 毕竟 这里有一直在说 一个小小的错过 你们中间 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距离 我觉得有可能 是在于 以能量来述说的话 可能能量 还没有同时完整 所以没有办法 很明确地看到彼此 也有可能 那也因为可能 也不够完整 那你们坐进的 那个桥梁 本来可以同时 约到你们两个人 可是可能 这边有事 那边有事 又没有约到 这样 所以这边 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底的 很下面的声音 在告诉 你说 如果你内心 有一个比较 对于爱情 有一个比较 封闭的心 有一个比较 多条件的心 说多条件的心 我一定要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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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可能 要收一下 要这样宽广一点的心态 去期待这件事情 那 我觉得这比较 关乎在 你的个人能量的展现 你的好的能量 正能量的展现 来去吸引别人 好 那他 并不是说 要吸引个 复数的人 而是说 你这东西 展现出来的时候 也许会加快 让他看到你 也许会 他在看到你的时候 那一个雀跃值 那个幸福感 那个感受 会更强烈 差不多是这个部分 好 那这次就选择 一号牌的朋友 那 谢谢Nidino 祝福你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选择第二号牌的 朋友 好 那 今天的题目是 你们即将相遇 你们即将相遇 我们来抓一下 这整个讯息 好 来 好 看一下 金币 金币一 如果这边 直接给我的一个时间感 就是说 你们两个的能量 现在还在准备中 在准备中 然后 有一条路在铺 他在 安排 如果说 能量是一个计划 他是一个 安排一个计划的角色 他现在正在安排一条路 让你们两个 会在生活中 轻巧的遇见 可是 这条路 要开始 前 似乎你们两个 同时 或是各自 或是只有一个人 有一个大的转变 需要先发生 那这个 改变 转换 会有一种 进阶的效果 就是你们会到 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下一步 这样 所以选择二号牌的朋友 我觉得如果你 现在人生有一个大转变 那差不多就是要开始 走进这条路了 如果你没有 那可能就是对方 他现在就是要这样 要有两个人 要对齐 要同步 然后进到下一个阶段 然后才会进入了这一条 你们两个要相遇的路 那 以 节制牌这边的调和能量来说 他在 比较不在身边 他在比较遥望的位置 正在帮助你们两个能量调和 那这个调和的作用是 让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 会比较融洽 只是 以 具体的 以肉体的方向 来说的话 现在你们两个的位置 还算离得还蛮远的 没有那么近 没有那么近 但 他这一个远 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他可能 也有是你们两个的时间 表 每日的操作的时间表 可能是交错的 是一直是错过的 所以这个远的概念也有存在 就是还不太会相遇 所以才会需要 一些比较 再远一点能量 再帮助你们 做调和 然后你们身边的能量 应该算是 现在还没有什么交集 反倒是现在各自处理 自己现在人生的一些事情 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但是 那个特点 这两张牌 它有一则一个 些微的 力量 在帮你们两个做连结 应该是说 你们本来就应该有一个 很小 很细思的 连结 一直都有 只是因为 它一直没有成长 它一直没有强大到 让你们两个遇到彼此 或是对彼此 有特别的感觉 所以这张牌 我觉得 不会是最近 也不会是现在 遇到 但你们的相遇 是有在被准备中 你们的相遇 是有在被准备中的 没关系 我们再看看 看看这组 至少知道 我觉得这里是有 是有那一个人 只是有那个人 只是我们今天抓到 是一个时间 为时间为 单位 时间为主軸的一个方式 来看的话 它不在最近 因为它这个 前面的能量 都还算弱的 然后一直在靠一个 比较远方的能量 在帮你们两个做调整 它在那边 捉摸捉摸 这样排列 有点像是拼图 它还在拼来拼去 就像一个 就像你在拼图 它可能拼的张书很多 它还在拼 它在帮你们拼拼 拼出一个模样 拼出一个路子 或是在拼图 都说现在正在分颜色而已 在帮整个拼图 在分颜色而已 但是有 有这个拼图 有这个最后的蓝图 会出现 来我们再看后面的 来 好 他这里做了一个比较 我觉得他做了一个比较 预言式的 远见式的 他会说 这份爱情可能会有点 刻骨铭心 这份爱情也有可能 它是你期待已久的 最舒适的 最疗愈的 感受最好的一组 然后 这段关系好像可以满足你很多 对爱情的想象 可以 那 情感也很浓烈 以这三张牌来说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种非常 暖的一个感觉 虽然它的温度并不是走暖的 可是因为它的水能量的 风配性让我觉得 这段关系是非常暖的 非常温的 然后它不太像是之前那种激情的 然后我刚刚前面说的 刻骨铭心的部分 我可能要修正一下 它不是那一种激烈的 第一次恋爱出现那种 刻骨铭心的那个感觉 它比较像是说 它有可能会让你 对于爱情的模样 爱情的形状 有一个新的见解 新的想法 或是你才发现说 原来这才是爱情 会有差不多是这样 可是它这一份爱情 会比较接近一种生活实际 比较务实一点的 让满足来说不会少 但是 跟以往 刚开始恋爱 恋爱前一两次的那一种 概念不太一样 它比较像是 你终于比较明白 爱情是在生活里面的 点点滴滴去促成的 然后很难割舍 会有一种这种 新的概念比较多 那 这一次 会比较 很接近 你 之前的感情经验之后的 一个总和 好像写一份 完整的报告书出来了 然后非常接近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好 来 再看 我觉得这组牌大部分的东西 我觉得除了讲距离之外的东西会比较能量比较低之外 大部分的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有一个远方 有一个可到达 而且那个到达的很多东西都 都还蛮好的 其实你们俩的相遇现在看起来是有一个推力 在把你们推进 终于有那个推力要把你们俩推进了 终于有那个 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人生或是年纪走到了一个比较对于整个世界 或是整个观感 世界观的完整度比较够了 然后在能量上 在塔罗这边看到的是说 差不多时间也到了该让你们两个相遇了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用你比较年人化的方式来说 所以我这边看到了好几张好牌在好的位置 他所诉说的是 时机到了也不错 你所期待的东西也会给你 然后一些不是你所能控到的一些助力 也在偷偷的凑合着你们 也不是凑合着 就是把你们两个弄到预见 那这个拼图的速度有变快 拼这个拼图的能量也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拼的速度也蛮快的 大家会合作 以能量各种能量在合作 让你们两个相遇 所以 如果真的要抓一个时间的话 我觉得 这个比较难 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要准备多久 反而是 这个能量都在准备的不错了 只能说这个能量都准备的不错了 应该 我还是觉得 不会太久 我觉得不会太久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有一个 饱满的感觉 饱满的感觉 就看这张 我觉得就看这张 他在一个牵引的能量 他决定好了没有 他确定好了 审核好了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差不多是这样 那以牌面上要告诉你们的 你二号牌的朋友可能就是 现在是一个蛮好去提升自己 的时刻 因为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选择二号牌的朋友 现在都有 有一点点心想事成的概念在里面 好像最近会比较 你想要去为自己做些什么 都好像比较能够成功 的能量 比较光明面的能量 比较正的能量有出现 所以对爱情这个东西 就是在期待一下 我觉得你只要准备好了 应该有可能会加速这个能量 把你们推进相遇 因为他现在比较像是 就像我刚刚说的拼图 有人在帮你拼这个拼图 但是如果你准备好了 提升一下自己 也许你也可以加入这个拼图的行列 让这个拼图的速度变快 然后整个意识上 意念上也能够提升所有的效率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思考 会比较好 不要错过最近 比较好的能量的出现 去调整 去学习 去提升 都是一个蛮好的时刻 在预测它之前 给自己一点加分都还蛮不错的 好那这样选择二号牌的朋友 那谢谢Nitino祝福你 好接下来是选择第三号牌的朋友 今天的题目是 你们即将相遇 来我们来看一下能量的分配状况 能量的分配状况 好来 来 嗯 他这边 你们的相遇 先讲你们的相遇之后的状况 你们的相遇之后两个人 好像在个人的生活跟人生中 都一个非常大的加分 你们会在非常理解 人生或是爱情的状况 或是他的路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才是对彼此比较健康 比较加分的一种概念里面 然后会相遇 你们会在比较相同的 价值观的情况下 达成共识 然后能在一起 这应该是你们一开始 初次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会有的一个状况 然后 我只能说你们相遇的时候 会非常符合你们心理 心灵的期待 这个人 彼此都是 然后在每一次的相处 一次一次的相处之后 会慢慢挖掘出更多 自己需要的东西 彼此需要的东西 而且还能够找到新的东西 在人家里 我甚至认为 这一组比较像是找到 soulmate 但可以恋爱 也很适合恋爱 三号牌的朋友比较像是 有到某一个成熟度了 对爱情 不会只是觉得是 浪漫值要很高 要恋爱脑的方式 也可以有恋爱脑 但是中间也务实了一点 知道要务实 要有生活 要有一些长进 要彼此带来分数 要加分 不能用扣分的方式 像在一起 这个就是这样 然后 你们的同步性 应该蛮高的 那如果我要讲时间的话 可能 这个人应该已经 我只能说这里的牌 比较像是说 该出现了 他该亮相了 然后 他出现的时候 并不是你们两个恋爱的开始 而是他会开始 他差不多要出现在 你的生活里了 所以他应该 就以节奏来说 是差不多了 你已经 可以看到他了 然后他也 看到你了 你们彼此应该要是 彼此的向往 可是这个感觉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我觉得他是没那么快 走到恋爱啦 但是我觉得 差不多快出现到 彼此的眼前了 那我觉得 以这组牌 我刚刚说 你们会比较像说妹 是因为 我觉得你们会从 在心理的交流上 找到非常高度的共识 然后慢慢的发现 这个人很重要 然后彼此开始有需要 朋友 好朋友 收妹 然后再在一起 我觉得这一组的节奏 比较接近这样子 那三号牌的朋友 我觉得这组牌的 选择三号牌的朋友 理性的人比较多 想要控制局面的人比较多 但是 不是硬邦邦的这种人 而是能够 联敏心也比较够 但是又希望 所有的现况或什么 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 无意识的 你会想要控制 可是两个人 相遇的时候 这份控制 却达到某种默契 所谓的达到某种默契 就是你们知道 什么事情需要约束 你们知道什么东西 需要自制 两个都非常有共识 所以不会约 不会约束对方 不会让 捆绑对方 会放对方自由 对方也会用 最后的方式 让你 但这是另外一种控制 结果让你们两个 达到某种协调 慢慢的 你们会比较像是一组 会非常 搭在一起 会变一组 伙伴感蛮重的 但是你们心里交流 对谈也蛮多的 你们很需要对谈 因为你们 我觉得你们有蛮高的 某种默契 某种默契 尤其是心灵 挖掘 人生价值 好像你心里有一些 比较难的声音 比较难跟别人 诉说的声音 即便是好朋友 这个人可以说了 该说这一组 比较像是找到 自己的 twins吗 双胞胎吗 有一点像 因为我这边 没有看到很强的互补 我反而看到 很强的雷同性 相似性 还蛮高的 可是这个相似性 通常会看到一种对撞 在这里却看到一种协调 所以我觉得 这组还蛮特别的 只是他不会在 一开始 一开始遇到这个人 新的人 开箱处 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 他这个是要慢慢累积的 那这个累积的时间 有点长 毕竟是隐私排出来 你们彼此要找到 彼此的认同 可能 这个前面前期朋友 好朋友 说明这个时间 有一点长 但终究会在一起 这边 但是时间就是比较后面 那 你们 甚至会喜欢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哪里 也有可能会一起去工作 一起做副业 一起去开创什么 不知道 但就你们两个 非常有活伴的感觉 那你们 对于 梦想这件事 想要做什么 也蛮勒同的 我必须说 反正这组 就是看起来 你们两个 会捆绑在一起 但是是一种 非常高度的认同 彼此的存在 在自己生活里的 这个角度 来 我们看一下 这边比较严厉了一点 它这边 我觉得它就证明了 你们要走到恋爱 确实还有一个距离 那它这边给了一个比较 我觉得它给了比较 有关卡性的 你们要在变成交往 变成恋人之前 有几个关卡要过 第一就是 你们内心有一些 阴暗面 黑暗面 必须彼此要冷缩出来 分享 聊天 拯救 认同 体会 这些感觉 内在讲出来 当你们开始交换 内心一些比较 深刻黑暗的东西 并不是最重要的秘密 而是说 慢慢的把内在一些 不太 跟朋友说的 只留在自己心里的 那些东西 能够分享出来的时候 你们就会慢慢的 往恋人的方向走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不然 会一直有一些距离感 会有一些距离感 离爱情会变得比较远 甚至有可能 就只走到 show me 而不会变成恋人 主要还是因为 我觉得它有一点时间感的问题 想说的时候 就把它说出来 拖久一点 爱情只会变淡 所以它只会进入到show me 那我所谓的 进入show me 这种恋人 它比较像是说 会有一种很像show me 的感觉出现 然后才 就这样子就变成恋人 因为它突然很近了 可是这个很近的感觉 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它会僵掉 它就停在这里 反而爱情的感觉会错过 所以这一组 我一直都觉得 它直接直奔到恋爱 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它这条路也不是只是 为了要变成恋人而开创的 只是它能够变成恋人的 可能性也有 但我觉得这组牌 更多的是 灵魂伴侣的成分比较高 灵魂伴侣的成分比较高 来 我们再往下看 七号 一样这边也没有特别是要往往前 它比较像是说 你们会 我觉得你们会 好朋友跟宋妹这个关系会蛮久的 然后 但我一直没有觉得 他是否认 否定掉 会变成恋人这件事 他一直有一条路会往那边走 只是他 这边一直在说 你们中间有很多的杂质 杂念要清除掉 才能变成恋人 主要我觉得还是属于 内在的那一个黑暗面 是否 有被彼此 理解到 有被彼此谅解到 然后才会 进入爱情 这组比较特别 它没有那一个瞬间的火花爆发 变恋人这样 那我觉得 上号牌的朋友 如果你 我觉得你应该差不多要遇到这一个人 他会让你无话不谈 然后你们会非常想要 粘在一起一起出去 可是他并不会立刻变成恋人 所以如果你开始要遇到这个人的时候 尽量分享很多东西 内在的东西会分享 因为我觉得 要变成恋人 在一起 你们心里有一个 被关起来 被锁起来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终于遇到能听的人 能理解的人 如果你在这个机会 才没有说出来的话 那这个人可能 我觉得最多就最接近收美 因为可能他就是99%的 内心的东西能讲 但是最深的那个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 很难讲出来 那可能就到收美的状况 那他 会在 我并没有百分之百觉得 这里在告诉我 百分之百觉得说 你内心最深的那个东西 如果拿出来了 当成条件变成恋人 就变成恋人 我不会觉得是这样 他还是有可能 那个拿出来之后 就立刻变成收美 但是我只是说这组 他变成收美是很容易的 变成很好的朋友 也是很容易的 但是他变成恋人 他需要某一种新的亲近感 才能够变成恋人 因为他这一组的顺序 比较像是朋友好朋友 他从好朋友变成恋人 他确实是有一个转变 所以他这个是很重要的 转变的契机点 希望你能理解 但我觉得没有任何失去 你没有任何失去 因为这一份三号牌 比较像是 遇见了一个非常 在你人生中非常好的关系 其实这个也不错 好那就这样 那三号牌的朋友 谢谢你来听哦 祝福你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 选择第四号牌的朋友 今天的题目是 你们即将相遇 我们来看一下 基础的能量方向 好 你们很容易在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立刻交往 节奏非常快 即便当下有所犹豫 但是很特别的是 就会 我觉得犹豫还蛮多的 但是就会很想 要先直接交往 然后一开始 相约出去 就已经是一种 有种恋爱状况 其实心里有疙瘩 有犹豫 他那个犹豫比较像是说 可能之前的恋爱界 让你觉得 这样这么快好吗 什么这样子 虽然有 可是你还是会很想要 先试试再说 这一次会这样哦 会年轻化很多 会非常年轻化很多 很像 好像很久没恋爱了 很久没这个感觉了 一定要抓住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 很多人 每个人的爱情 成为一个长久爱情的 一开始的故事 开会端本来就 不太一样 那当下一定会有 一个非常契合 合适的感觉出现 才会让你有这样子的 决定跟行动 那这组我觉得 我是不担心 他有一个蛮好的 防护罩 他防护罩的关键 比较像是说 会控制的很好 不会失控 那他有一个 比较遥望的远方的路 就是说 这份关系开始之后 远方的路 它是一个比较 很好走的路 很美好的路 往下走 也许这个开端 看起来有非常多的犹豫 看起来好像跟 我们已经有的经验来说 不应该这样子太快 不应该慢慢来 可是选择四号牌的朋友 好像又很适合 在这一次之后 可以很快就进入恋爱状况 就直接从交往开始 这样 可以啦 可以 他这些没有任何阻碍 比较多的是 心灵上的犹豫 比较多 那 没关系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觉得这组 挺浪漫的 浪漫值很高 来 我翻这张 先等一下 我觉得 时间感 我突然觉得有一个 时间感的讯息 比较像是说 还蛮近的 所以他可能提醒你 最近可能要多参加一些活动 这个人的出现 在这个讯息感来说 蛮近 因为他比较像是说 你跟他 认识交往这条路 已经要开始了 所以我觉得他要出现的速度 应该蛮接近的了 蛮接近 因为他这边的气氛跟节奏 气质比较像是要开始了 这个要开始的讯息又出现了一次 船也快到渡船口了 快到港口了 而且这里有好几张讯息的那种下一个阶段要开始 这样要启程了 要起跑了 哨子要吹的讯息有好几个 那只是他一直掺杂着某种不安 掺杂着某种犹豫 可是他这里比较冒险心还蛮强的 本来就应该会有那个不安 本来就应该会有个犹豫 可是他路已经要开了 他要开始了 要不要往前冲 要不要往前跑 是你的决定 但这里看起来 告诉你 这个很好跑啊 为何不跑 的讯息比较多 那这边又说 这边国王牌又在这个位置提醒说 不会失控 你会控制得很好 你要相信自己 这边又有这样 所以就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冒个险 比较像是这个概念 我再看一下 好 这里给的讯息组合大概就这些 下面边 这边也是不用担心啦 他会越来越好 这里再说 这边是会越来越好 然后会找到相处的方法 还能够创造出你们两个的相处的方式 会跟以前的恋爱方式比较不太一样 有一个新颖的感觉 那再来是 不知道是你比较喜欢追随他 还是他比较喜欢追随你 不知道 反正你们两个中间有一个蛮不错的 灵魂契合度 还蛮高的 而且还有一个 我讲最简单 就是你们两个相同在一起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变聪明了 有这样子的很特别的感觉 思考变灵活 我觉得比较像是说 气氛上各方面的雀跃感 带起来 也会变得比较快乐 那也看得出来你周遭的朋友也蛮喜欢的 蛮欣赏的 没有人会阻止 这四号牌蛮顺的 它真正 多的就是你心里的有 因为有可能太顺 有可能太好 有点小小的不可思议 那个是心里的不安 可是这边看起来都以未来 讲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具体来讲说 就是还不错啊 你可以去尝试啊 可以去走啊 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 既然这边都没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来特别翻一下说 你们两个相处之后 的个性上各方面 还有什么讯息可以看 看起来都还好 下牌没什么大问题 它就这样出现 然后相处的各方面都 没有什么非常刁钻的讯息 反而还有一些 其他能量的外力 正在帮你们处理 你看又是一些内心的东西 这几张 先说前提就是 它又出现了 然后会一碰撞 然后你们就有恋爱的感觉 然后就想尝试先交往 就直接 不是朋友 不是什么 没有那个前面的过程 就是会直接从交往开始相处 那所有的阻碍 如果真的要讲一些难题 都只出现在 内心的一些不确定感 那这个内心的不确定感 比较像是以前 感情上的一些挫折 或是一些失败的感觉 正在回流 让你觉得 怎么可能还会有很好的事情 在你身上再发生 这里说的 那这边也是 然后你也许会在这一个爱情 来得这么快的时候 你会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状态 所谓的保守状态就是 你原本很想奔放的去爱 很想奔放的去表达自己 突然你就锁起来了 这边说 这次可以不用 因为对方 他这里的顺 这里的契合度 并没有很明确的讲说 对方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这边有讲到说 对方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你所期待的 个性上各方面都没什么问题 会很顺 他一直有一种很顺 就要爪要往前 所以 对方可能不会给你 太多的困扰或什么的 反而这边真的都比较多的 针对的是你心里的 那个不确定 跟那个不安的感觉 那他这一个东西的反应 出来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 你心情上一定是非常雀跃的 你一定是非常喜欢的 你一定是非常想要付出的 你一定有很像以前恋爱的感觉 那一种类似的想要 很爱很冲动 很像完美付出的感觉 都会出现 就是这一次会出现 可是因为你已经有经历过了 可是又失败了 所以你会害怕 再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以我这里 我给的一个建议你可以听 那你不一定要接受 我给的建议是 那你就不要完全释放 你只要知道你心情 你内在有这样子的心情就好了 至少 然后你就好好的去想说 你现在其实是非常感受爱情就好 但你的行动 可以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也可以 因为保护自己的时候 那个舒适感也很重要 好吗 那通常如果以前有这样子 太强烈付出之后 然后失败 最后我们会说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自己 我们就跟自己说 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为主 当然我相信你可能很难控制成 都是以自己为主 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 表示你本来的人格就是 所谓给爱比较多的人 那我们这一次就慢慢给 不要一次给就好了 没有叫你不要给 你就慢慢给 节奏变慢就好了 但不要完全说 完全不付出 然后好好享受一下 这份热情爱情 又慢慢的拾回来了 就好了 这个是很幸福的事情 这件事情不是年年有天天有的 好 四号牌我觉得 还不错 那会很顺 但你的心情上会有 又冷又热的感觉在重复这样子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会调和好 你会 因为对方也会 表现出安心的感觉 我觉得对方会 他会表现出让你 愿意跟值得去付出 不太像以前这样 会有一个稳定感会很够 那你慢慢给 慢慢的付出 就好了 然后以时间上来说 我觉得他快出现了 他快出现了 因为节奏上 他已经在往下一个阶段 走了 那我们就开心的期待吧 那就这样 谢谢你来听哦 祝福你